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是什么也说 那这个人的福气慢慢也就散了 真正厉害的人 说话谨慎 懂得沉默 与人交谈时 少说自己的这三件事 福气才能越来越多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都有自己不愿提及的往事 这些秘密深埋心底 轻易不愿视人 这是对自己的保护 也是对过往的尊重 但是有的人心里却放不住秘密 总要拿出来分享 想要获得一些慰藉 殊不知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你因为信任说出的秘密 很快就会成为别人嘴里的毯子 你本人也会因此成为别人平头论足的对象 汉代孔光是皇帝的秘书 每日出入温室店处理机要文件 每日下班的时候都会把当日的发言稿全部烧掉 朋友对他的工作很好奇 于是经常询问他 他却始终一言不发 甚至有一个朋友问他温室店前种植的是什么树木 他也顾左右而言他 不肯透露半分 这就是历史上不言温室之术的典故 阿拉伯人说 保守秘密是 秘密是中仆 泄露秘密是 秘密是祸主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不要随便诉说自己的秘密 不要轻易给人留下口识 守住自己的嘴巴 有时候也是守住了自己的界限 守住了自己的安全 人生不如意 十之八九 谁的生活也不容易 大家都在咬着牙往前走 满身伤痕 一身风雨 需要的更多是同路人的鼓励 而不是抱怨 天天抱怨的人充满着负能量 他们自己抱怨不恭 不求上进 也把这样的情绪传染给别人 拖别人后退 时间一长 没人愿意和这样的人做朋友 曾国藩在湖南练兵 没拳 没钱 没兵 还被当地兵痞欺辱 他却打脱牙齿或血吞 从未向别人抱怨过 忍着一口气 默默前行 终于炼成相军 挽救国家威王 不要抱怨命运不公 不要抱怨生活坎坷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除了父母 没有人愿意天天听你 倾诉痛哭 没有人愿意为你的失败买单 人在低谷的时候 不要打扰任何人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咬紧牙关 立顶向前 得知我性 事之我命 人力有实践 一切随缘 一切看淡 齐献林曾说 人生有十大禁忌 其一就是好体当年有 我们常常见到有些人喜欢在酒桌上吹牛 一开口就是我当年 一个人之所以喜欢谈论过去的功绩 多半是因为如今没什么好说的 曾经的辉煌对应着如今的落寞 只能在炫耀中找回一点当年的荣光 古人说 不恋过去活在当下 过去的成功也好 失败也好 不要总是挂在嘴上 翻过这一页 人生才能迎来新的篇章 曾国藩曾号迪生 去掉旧的才能迎来新生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 家乡要给他修起老宅 他婉言俱绝 他说 要尽快忘记这个奖项 不要在沾沾自洗里 迷失自己 躺在过去的功劳上睡大觉 只能是弱者的自我逃避 真正厉害的人从不吹嘘自己 他们永远低调谦逊 积极进去 昨天再好 已成过去 好汉莫提当年永 放眼未来才是硬道理 以上就是今天要和各位共同分享的文章 感谢你的守候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 记得在文末帮我们点个赞看 今天就这样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